电影鱼呢,鱼里解忧,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日本恐怖漫画《我死前的百物语》 据说只要讲完了一百个怪谈,就能遇见真正的鬼怪 这天放学回来后,优马就从书包里搜出了一张诗卷 看到自己只考了二十四分,优马顿时脸就红了 好了,要讲第十九个恐怖故事了 八尺大人 学校里几个同学正在操场上玩球 这时,阿慈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 装过身后,阿慈就看见了一位漂亮的女人 她的帽子掉在了院墙里面,希望有人帮她剪一下 阿慈见这个女人长得蛮好看的,就急忙跑过去给她剪起了帽子 作为答谢,女人就用她牵细的手摸了摸阿慈的脸蛋 就在这个时,几个同学朝着阿慈喊道 快点离开,不要靠近那个女人 阿慈愣住了,不明白同学们为何要这样说 与此同时,那个女人刷的一声就消失了 回到教室后,同学就告诉给阿慈 刚刚那个女人就是传说中的八尺大人 八尺大人是一种个子很高,外貌像女人的怪物 她们会发出泼泼泼奇怪的笑声 并且还会模仿人类说话 然后同学还提醒阿慈 下次看到八尺大人就要离得远远的 如果不小心被她迷住了,就会遭到可怕的诅咒 听到同学说的如此邪乎 阿慈就自我安慰 我刚刚见到的那个女人不是什么八尺大人吧 毕竟她的个子没有特别高呀 结果同学立刻反驳道 你说什么呢 刚刚那面墙对面是下坡的 从地面算起来差不多有两米缸 没有正常人类可以从那里探出头来的 其实阿慈很想说 有一些男球明星身高超过两米的 但她最终还是憋了回去 上课的时候外面下起了大雨 然后阿慈完全没有心思听讲 她脑袋里一直回想着八尺大人的描述 恍惚之间 阿慈发现雨水拍打玻璃的声音就像八尺大人的笑声 而且这笑声越来越密集 越来越清晰 阿慈突然感到身体莫名其妙的颤抖 于是阿慈就向老师报告 说自己不舒服 想去一趟医务室 老师问阿慈一个人可以去吗 其实阿慈想要一个同学陪自己去的 但碍于面子 阿慈就说自己可以的 穿过走廊的时候 阿慈发现雨越下越大了 而八尺大人那恐怖的笑声此起彼伏 似乎就要穿透窗户 钻进来似的 最后阿慈憋足一口气 跑到了医务室 笑意给阿慈简单检查了一下后 发现阿慈并没有发烧 一切都正常 但阿慈却表示就是不舒服 希望可以早退 笑意没有立刻同意 只是让阿慈先躺下来观望一下 这时外面来了一个人 喊笑意有事情 笑意出去后 阿慈感到莫名的害怕 不知不觉的将被子蒙在了脸上 每一会儿一个声音出现在碾子的另一边 我们终于可以两个独处了 我有好多话问你呢 喜欢的食物 喜欢的颜色 你所喜欢的一切 我都想要知道 听到这个声音后 阿慈首先弄了一下 这不是笑意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紧接着 对方的语气就变了 阿慈啊 你真过分 过分 太过分了 你居然把我和别人搞错了 此时的阿慈有些懵 自己搞错什么了 就在这时 医务室里又进来了一个人 没错 这次进来的才是真正的笑意 而刚刚那个和阿慈说话的其实是八尺大人 因为他会模仿人类说话的声音 八尺大人看见进来了一个碍事的人 于是当场 起走了笑意的手机 看着鲜血一点点从莲子那边涌进来 阿慈已经吓傻了 然后八尺大人从莲子的最顶单俯下身来 并轻轻的触摸阿慈 阿慈啊 现在你不会再认错了吧 第十九个恐怖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优马讲完这个故事后 母亲居然进来了 她问优马成绩单还没有出来吗 见优马不吭声 母亲就直接在书包里翻了起来 看到优马考了一个二十四分 母亲非常生气 直接将试卷给撕掉了 并给了优马一耳光 可怜的小优马能坚持讲完 一百个恐怖故事吗 请小伙伴们继续关注小优的视频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